黑男穿雨鞋站在路旁滑手机 旁边万宋员拿完餐点准备离开 双方宛如命运交汇 一个骑车不断倒退来回路 一个步伐坚定互不相让 下一秒对方慢速起步 往男子右脚撵了过去 头也不回骑车离开 就是这个动作惹怒了当事人 他的衣服是X的 然后他的箱子是另外一个平台的 我就这样拍照给我的朋友 现在平台不好跑 倒车出来然后就朝我这边路过来 事发在二十号凌晨六点 台北新营机车停车阁 不知道是外送员骑车技术太差 还是同行相见饭碗眼红 看见同行过去男子也要外送等餐 趁控档木花手机 于心外送员骑车前后倒退路 好不容易骑出机车阁 又碾压对方右脚 过男大喊 你压到我了 提告过时伤害 正常人就是前面有人 如果要骑走就会直接骑走 怎么会一直要往我前面骑 网友笑班哇轮胎碾脚 告鬼一定很痛 看起来变成外送纠纷 告鬼直接提告进法院 但再看一次监视器 男子挡在机车前方 也没打算礼让 这年轿纠纷 要从街头告上法庭 其实只要双方各退一步 就能化解冲突 记者SN小组采访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 传达最完整的资讯 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